只有贵人伴身边 生在这个点的人 一缺钱就有贵人来相助 缺爱则多有家人伴 命途相当顺利 少家努力就不比有钱人过得差 生孝虎 属虎的人拥有龙京虎猛的气色 大气稳重的性格 精气神十足 才气天生响当当 才气在命格之中最旺盛 可以说和才神爷特别有缘 从小到大越来越一事无忧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 生活总是越变越好的 更会为父母聚财守财 家中有她的一日 不止她一人 全家人都将富贵有道 属鼠的人 属鼠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 因为她有随机应变 克服困难的能力 就像她的属相一样临危不惧 由于她的冷静和激情 而又具有聪明和直觉 远见于做生意的敏感 她总是忙着制定自己的计划 野心过大是她的绊脚石 想一下子干很多事情 致使精力分散 如果能扬长臂短 就会一生处在富贵之中 尤其生在农历五月命最好 忙中之时 出外经商 东奔西走 临机应变 不失机遇 能成大富之人 一生不为艰难 可做人之楷模 一生安乐 鼠舌的人 鼠舌的人一般不会 也为缺钱而烦恼 也为她幸运地拥有她所需要的一切 如果她缺钱 她会很快地改变这种局面 她是一个猜疑心大 谨慎而激警的人 这种人如果在生意场上 蒙受了损失会迅速地得以恢复 特别是生在农历八月的蛇命 最好是夜顺遂 财运亨通 能成大事大业 想自然之福 属猴的人 属猴的人天生善于交际 交际范围广泛 做人积极并且个性外向 是个天生的乐天派 大体上她拥有 终生不会为钱财烦恼的运气 总是会有经济上的好机会 同时也会得到他人的协助的运气 自己的深思熟虑 很少错过大的财运 特别是生在农历十二月的猴命最好 财风立足 兴办事业多有所成 一生平安无恙 属鸡的人 属鸡的人终身都有较好的财运 当他感到囊中羞涩的时候 自然会有收入的门道 替他解除了危机 他从小就有远大的希望和崇高的理想 即使有稳定的收入 日后也要自行创业 一生有贵人相助 成就一番事业 轻而易举 特别是生在农历三月的机命最好 有权威众人皆福 事业时经常会出现一名惊人之功效 生肖蛇 生肖蛇的人桃花运好 运气也旺 他们眼光独到招人爱慕 很有人气 生肖蛇的人很聪明 也很努力 从本月份开始鼠蛇人贵人荡荡 好事连连 惊喜不断 鼠蛇人他始终成会结交很多朋友 来扩展自己的人脉关系 事业必将棚成万里 业绩辉煌 五月份生肖蛇人运气好到极致 横财运飙涨 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 也能够逢凶化吉 化为无有 他们扶起临门 家庭和睦 因此五月份别去招惹生肖蛇人 因此他们的财运确实太旺了 生肖兔 生肖兔的朋友天生激励 很有天赋 运势方面 今年生肖兔的人就像走了狗屎运一样 走到哪里都有发财的机会 生肖兔的人财运很旺 稀释不断 虽然之前一段时间有运势低迷气 但五月生肖兔的人 游子微星高照 到时候好运连连 贵人解忧 偏财未生正才未喜 今后平安顺心 先苦后甜 并且得到更好的机会发财 富贵有余 赚钱门路越来越多 财运涨百倍 未来家中富贵可得 晚景大兴 生肖兔 五月一到生肖兔的人一路发 每天都有不同的好事发生 生肖兔的人坐视喜心 他是有规划 他们性格善良 所以人缘好 朋友多 总是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五月一到生肖兔的人路和运势 诸事顺利 不光能够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 并且在贵人的指点下 财员滚滚 财路大概 所以千万不要去惹羊的人 因为他们的钱财 都能够把你狠狠地打败 生肖牛 生肖牛的人会在五月里财运爆发 做什么事情都特别地顺利 简直就是开挂 不过也不能过于得意 财运也是很容易流失掉的 一定要牢牢抓住 经过此机会后 定能赚得盆满钵满 还能把自己的运势提高 让才神爷常住你家 今后定能大富大贵 富得流油 很多时候 人之所以活得太累 不是外在的压力太大 而是内心太脆弱 或者想太多 在乎太多 有太多东西放不下 所以 活得很沉重 苦是生活 累是人生 这个世上 没有哪个人不苦 没有哪个人不累 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硬撑住 莫办法 除了坚强 我们别无选择 如果只是身累 我觉得还好 但如果是心累 那真的很痛苦 真的 人活着 宁愿身累 不要心累 这个时间 这八种人 活得最累 你是否也在其中 第一种人 特别重感情的人 这个世上 最温暖的 是感情 最伤人的 也是感情 一个人 如果特别重感情 往往容易伤得很深 也会过得很累 自古以来 大部分人的累 都是因为感情 情最伤人 情最累人 对于感情 我们最好的态度就是 一切情出自愿 事过无悔 第二种人 喜欢胡思乱想的人 一个人 老是喜欢胡思乱想 会很累的 会吃不好 喝不好 睡不香 喜欢胡思乱想 就是在折磨自己 就是在为难自己 人呢 还是简单点好 别想太多 别在乎太多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睡睡 反正这辈子 也就那么长 何必让自己 活得那么累 第三种人 心太软的人 你总是心太软 把所有累都自己扛 心中有再多的苦 也舍不得向别人诉说 自己默默承受住一切 心太软的人 真的会很累很累 总是委屈自己 成全别人 总是自己吃亏 不想拒绝别人 其实 做人 不要心太软 这样真的不好 真的很累 第四种人 放不下的人 人生最难的 或许就是放下 毕竟 曾经深爱的人 曾经受的伤 哪能那么轻易放下 可是 如果放不下 人生又怎会轻松 放不下 很痛苦 很累 而且还会持续下去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是尽头 也许是一阵子 也许是一辈子 就看你哪天能放下 哪天放下了 哪天就解脱了 就不累了 第五种人 心事重重的人 人的心 如果装了太多的东西 就会很沉重 很累 不自在 不得解脱 心事重重的人 心里装了太多的东西 舍不得丢掉 只会越过越累 人生 除了生死 都是小事 心大点 心宽点 才能好过 有什么事 别想太多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 第六种人 太懂事的人 一个人 太懂事了 往往会承受更多 会顾虑更多 他身上的责任和压力 也会更重 就是因为他太懂事了 因为懂事 所以主动担负 更多的责任 承受更多的压力 自然会很累 有时候 我觉得 人哪 傻一点 也挺好 至少不会那么累 第七种人 总是为别人考虑的人 你总是为别人考虑 为别人着想 总是顾及别人的感受 最后 委屈了自己 成全了别人 这样活着 能不累吗 为别人考虑 这很好 但你也要懂得照顾好自己 也要为自己考虑一下 你要知道 真正心疼你的人 莫及格 你要对自己好一点 第八种人 太在乎别人评价的人 生活有两大悲哀 一个是活在别人的评价中 另一个是看住别人生活 但这两种活法 都会活得很累 做人要懂得 生活是自己的 和别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别人怎么说 怎么看 都随他去吧 你何必在乎那么多 值得吗 人活着 要开心 要快乐 要幸福 不要让自己活得太累 不值得 宁愿身累 绝不要心累 往后余生 愿你能忠于自己 活得开心 笑得谈道 最后 从今往后